作家藤井树的六弄咖啡馆 2016年改编成电影上映 还有藤井树亲自指导票房开红盘 窗下8000多万家机 不过风光背后当时团队却深陷卷款争议 关键就是和双喜一样 都是找会计陈玉玲作帐 受害的都是名人 双喜电影来发行的第一部片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当时导演李安的儿子李纯也是演员之一 因为透过熟人介绍 也把公司的账交给这名女会计 陈玉玲却将公司款项乾坤大挪移 全都进了自己口袋 因为她在外面积欠大笔债务 陈玉玲能够短时间内接连掏空 这么多公司专家点出关键 一般大规模的公司行号会计跟出纳都是分开来 但如今受害的公司就是因为太过信任对方 才让她有机可乘 陈玉玲会计出身在电影圈 帮忙处理账务多年 却因为债务问题被逼急 把歪脑筋动到雇主身上 恶行恶状全曝光 静新闻的总统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